這間店鋪我們以前也和大家介紹過 今次再回來這裡拍攝 所謂何時呢 因為這間店鋪除了招牌拿手的 乾式屬成牛排之外 還加入了新朋友和我們見面 沒錯 聽說有些貨是全澳門唯一一間有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來試試 看到這些裝修好像以為有什麼大酒店 並不是的 沒錯 這餐廳的位置可能是在你家樓下 因為是位於高士德雅廉房區的住宅區附近 所以各位食肉獸的朋友 我們一起開餐 來到這裡開餐 除了有扒類之外 當然還有其他食物 這一個是由大廚用心製作的開胃前菜 脆芝士煙三文魚沙律 本身喜歡芝士的朋友 一定會更加喜歡這個脆芝士 因為它翻焗兩次 令芝士的奶味更加突出之餘 又不怕漏 就連這個黑醋汁 都是自己調配 去平衡芝士的味道 和三文魚的柔潤感 相當是用心 之後阿勝幫我點了這個 慢煮鮮活蠔湯 他說坊間很多的蠔湯 都是主定好再加料 然後直接加熱 但這裡會慢慢由凍湯加鮮蠔去加熱 這樣才可以煮出融合有層次的味道 這樣的蠔溫度才會適中 另外,忌廉的香味加上好鮮味 就連第一次嘗試好湯的我 都非常滿意 還有這個紅酒即車尼茄 不要以為它只是桌上的裝飾貝菜 它的紅酒味道 隨著車尼茄慢慢在口腔徘徊 而車尼茄的甜酸味道 和紅酒醋的葡萄酸味 配合非常完美 令整個酸味很有層次、豐富 就連阿勝都吃完 這裏的小菜都非常用心 連一小小的配菜都絕對不可以忽視 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真的要隆重介紹 為什麼呢? 這個扒是在澳門暫時來說 我們現在拍攝的時候 這一天來說 算是澳門第一間引入這隻牛的店舖 這就是慶州千年韓牛一家的肉眼扒 厲害了 不如我們請他出來吧 好,馬上試一試 來自韓國的選手千年韓牛 韓牛和一般肉牛不同 並非在韓國生產的都是韓牛 必須經過特殊致養流程 有一定等級評價的牛肉 才能夠叫做韓牛的 真正好品質的韓牛 肉量少,價格高 一般韓牛只會在最後15至20天 才開始轉用啤酒渣等複合治療為養 有由出生到出產都食用複合治療 亦因為胃脂肪式不同 和同級的韓牛 擁有更高品質的雪化脂肪 為什麼師傅要引入這個韓牛呢? 當然大家吃牛扒或肉眼 都會選擇和牛或美國牛肉 很少聽說他會選擇韓牛做肉眼扒 其實原因就在於 師傅試過很多不同地區的牛扒後 發現韓牛原來有獨特的優勢 有油香之餘又不怕很漏口 看你這麼享受的表情都知道 師傅的選擇是絕對沒有錯的 因為現在人們開始小食肉 所以要出來鋸扒 而且是這麼專業的 你一定要好好享受 而且你錢就用了 你當然是想買最頂級的東西 或者令你很開心的東西 你吃下去的時候 就是我跟你說 它是美好的食材 是不需要加醬汁或其他東西的 簡簡單單燒 然後再加少許鹽 滲下去 哇 就已經是原汁原味就是這些了 沒錯 而且它是真真正正做到肥而不利 是真的 你記得它切開的時候 它在上面 剛剛可能是三成熟的 但你看到它 雖然油花看起來不是很明顯 但吃下去 口感是絕對不怕硬之餘 它是不怕肥膩的 這個可能就是大廚之所以 飲入這個韓國千年韓牛的秘訣 還有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我們剛剛說的這個名字 是一加 一加是代表什麼意思呢 其實它這隻牛有分三個gray 例如是一 然後是一加 然後是一加加的 澳門這裡 就飲了一加 其實還有一加加的 也問過師傅 希望可以盡量爭取 可以引入一加加就完美了 但我覺得一加已經很棒了 如果真的引入一加加的話 怎算好呢 目前可以試到 在澳門試到最高級的 韓國千年王牛 最高級的這個level 就是我們試的這個一加 就是不得知了 這個我不想說話 因為我想讓它的牛味 留在我口腔內一點 是指甲梅香 你繼續吧 接著要跟大家介紹的這個 就是美國頂級法式羊架 我已經對它虎視眈眈了很久了 因為澳門要找到 好吃的羊架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的 而羊架要拿到USDA的認證 是非常困難的 脂肪或肉質或其他營養的價值 才可以拿到QMX認證 放在身上才是我們正在吃的這隻羊架 你說下去有點難明白 不過我覺得粗俗一點 通俗易懂說的話 就是澳門只有兩個地方有 一間就是星級餐廳 第二個就是這裡了 你說不嘗嘗它怎麼行 我剛剛只吃一點肥的那邊 會不會很肥 原來不會 因為羊是很欺負人的 如果不喜歡的朋友 會覺得它很酥 你喜歡的話 你連肥高也吃了也沒有怕 你反而煮得它老的話 它的酥味是會得出一點 所以就說 其實四五成左右 就是最適合的 就是羊架來說 你不要用羊肉湯 或者一些中國羊的煮法 羊腩煲 對 那就不同了 接著跟大家介紹 這個風乾屬成美國頂級 油骨西冷牛扒 很多人都喜歡吃T骨 因為它有兩邊選擇 大人小孩都喜愛 其實為什麼這裡的負責人 要用T-bomb來Dry-age 即是風乾 他就說有很多人 包括有些商家 他都是用這塊肉的 但為什麼連骨子去Dry-age 他就說Dry-age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乾 因為骨子有汁 所以Dry-age出來會更加香 而且肉質不會太硬 太乾 你說的全部反映在肉質和口感上 還有燒烤 為什麼這麼吸引人 它就是燒烤有一個燒烤味 剛剛好 直到它 你看到有少許洞 表面上面脆脆脆 那個味道是入肉 真的入肉 這個感覺 我覺得自己 為什麼在牛扒方面最吸引人 就是這樣 而且餐廳裡面已經有一個熟成櫃 就好像去選燒烤一樣 已經可以看到它一個個掛在這裡 看到視覺上有享受 吃到美覺上也有享受 完全可以吃到食物的風味 從它翻課到自己去熟成 到拿上桌面成為你的一道家癌 就是這麼簡單 簡單單用癌鹽去燒 我已經吃得出風乾熟成的肉質的口感 而且它最厲害的在於 我好怕吃牛扒或其他肉類 會第一塊好吃 但吃到兩口之後會越來越利 但它反而是越吃 肉香味越出越回 最後這個肉眼扒 它的油花覆蓋的程度 我自己真的相當之滿意 它是吃到油脂 重口味的朋友可能會喜歡 而它不會理到你 可能沒辦法完食一塊 我覺得比我平時吃的肉眼 口感更加好之餘 反而我不覺得肥 有些人吃這樣 你吃五花腩 你只喜歡它入五層 就是這樣 你吃牛的話 如果喜歡有一點肥肉 又或者有一點花 你就選擇這隻 對 而且它有一點鹽燒了之後 它連肥的那一層都變得脆脆脆 這真是邪惡之旋 真是的 但我們試過這麼多隻扒 當然就約女生出來吃飯 一定要吃甜品才夠 焗雪山這個甜品 是否勾起大家的集體回憶呢 這個甜品在九十年代很流行 以前小時候 看到它在蛋白上點火 就會很開心 一切開 裡面有雪糕和心態軟 再加上雜果 一吃 所有的回憶回來了 不要等了 馬上試試吧 這個甜品 在左上看 這位多首個氮圍 你吃iram 我吃不止 我吃一口 不太會 我吃你 我吃醉 你吃看